現在我們要開始教我們碰到的第一個計算體 叫做密度 我們要了解什麼叫密度 要背一下計算密度的公式 還有一些計算的想法方法 第一個是一個小小的影片 他找了幾個同樣大小的東西 同樣體積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秤 電子秤 然後幾個一樣體積的玩意兒 最左邊好像是PVC 第二個好像是 第一個應該是巨乙烯 第二個應該是PVC 然後還有中文的看得懂啊 鐵啊銅啊 另外一個看不懂的應該是 這個應該叫做 巨乙烯叫這個PVC 這個是鋁 然後鐵 然後銅 大小一樣 這部叫歸零 這叫歸零 使用第一步叫歸零 好 然後測 去秤 他時刻 PVC 鋸綠乙烯 前面那個是鋸乙烯 這檔是鋁 25 然後鐵 713 比較重 銅 更重 84 告訴我們我們的體積一樣可是我們重量一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用我們 前面在做學習單的時候跟各位提示 我們就說這是因為它的物質的密集程度 不一樣 那叫做所謂的密度 密度 密集的程度 用符合理化的講法叫做 單位體積中所含有的質量 就是 質量 這叫做所謂的密度 計算方法就是質量屬於體積 我們在 考慮體積的時候說過了 因為要這樣子表示才能夠知道說 越密集的密度會越大 越密集的密度會越大 同樣體積公性越多 表示越密集 這樣才能夠符合我們的要求 密度是體積分之質量 D等於V分之M D等於V分之M V是體積 我們這裡用的單位是立方公分 M是質量 我們這裡用的單位是公克 出來的東西叫做密度 密度 密度就是質量跟體積的比值 體積分之質量 單位體積內所含有質量的多寡 我們稱為這碗一二的密度 這碗一碗二的密度 計算公式 D等於V分之M 把它背好 把它背好 公式要會背 才有可能去解決後面的問題 連公式都背不起來就不用講了 後面就不用講了 OK 這是我們的算法 然後呢 很簡單 就是體積 然後質量 一除 答案就出來了 那這裡有個影片 這個影片其實本來原始的目的是想要告訴你 空氣是有重量的 氣體是有重量的 但是呢 因為它最後有算一個密度出來 我們就把它當作是給你 告訴你密度怎麼算 好 打氣 把裡面灌氣體進去 好 蹭一蹭它有多重 哦 83.7克 然後呢 就把氣體排出來 這叫做排水集氣 把後面會浇 哦 我排出了一公升 再去蹭一蹭 好 82.7公克 所以算一算 哦 一公升的空氣呢 有一公克 所以算算密度是0.001 你這樣 就這樣做 就是個簡單的 最容易 最簡單的 我們來算東西的密度的方法 反正就是質量去除以 體積 你就把那個神奇偉大的公式給我 背好 D等於 V分之 M 背下來 然後呢 把質量放進去 質量放進去 體積放進去 一除 就會算出我們的密度了 這是最簡單 最基本的做法 OK嗎 OK